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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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派个政府人员下去 他试试看监管 累积的经验监管是更好 但是我看到很多商业机构 有政府人员的监管参与之后 那个商业机构是会请了政府人员的 因为他最熟悉的监管是怎样去避 其实你刚才说的问题 我第一要严肃去看一件事 严肃处理跟随 如果他刚才说是犯错的 就一定要 杀一警百 这件事是一定的 因为我们香港的专业人士 那个操守向来都相当高 这个相比附近很多城市的国家 我们都不是差的 这件事一定要维持 你讲得很厚道 一定要维持 所以你刚才说的问题 你说怕不怕那些政府的人员 就是熟了就流失了 这个我见到很多例子 这个有 这个有 但不代表因为这样 我们就不参与 因为他熟悉了 不是个个熟悉了 都是会知法犯法的 我觉得 大部分人都很守法的 你政府多些人监管 有一个阻客的作用 第一 第二 作为例如我们私人来说 虽然找委托了很多顾问 专业人士做 自己本身都注重是什么 最后做出来的那件事 是不是好呢 这个是重要的 政府都应该用这个心态 但是我相信很多我们公务员同事都希望做到一件好事出来 我们公共交通政策就是倾斜的 倾斜是港帖 这个有很多好处的 我不是说不好 但是因为这样 你又相应其他配套的东西要看回的 我 港帖 我整天都赞港帖 在国际上的地位很高的 但不是代表没有地方不妥的 都有地方不妥的 这个如果你改善了 我们一路输出这些 一路输出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不是做得更加好